建置旁 提按向左下方 轻轻顿一下向右下方顿 撇 那笔应该方起笔 向上靠点 顿 有细到粗的过程 那我们要注意 这个笔应该是向右上方 这个应该是向右下方 方向又有变化 这个要直要短点 这个要长要有弧 起笔要稍微重 方起笔 然后向上 稍微有个弧形 然后再向右下方 斜 到这边顿完之后 有粗到细 竖笔 转折处 要方笔 这个横不要小到太宽 宽 要窄 要窄一点 面 撇 要短小 竖是在撇的中间的下方起笔 横是在竖的中间起笔 这个竖的起笔应该是在跟横 很快高一点点 最后写这个横笔 下面稍微成弧形 又有一笔上面这个横长一点 整体来说 这一部分 不可写的太大 笔画要尽量写的短小 紧凑一点 向上 短一点 T 按 向下 再向右下方 所以 这个短折处 要由自然流畅 纳笔的起笔应该是稍靠上 向上去 再向右下方 最后 你要包住上方 里面要小 走至旁 点 要高起笔 横 到点在下方的时候 T按转折 看一下 所以 这个要短一点 不要想太长 要很短 这个起笔 向上方起笔 然后再向右下方 相对说是平的 对 所以这个方向的变化 向右上方 这向右下方 不可以写的 这样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两个都是向右上方写的话 都有点重复 没有变化 这样子更久 没关 转折处要自然 这个宽度不要超过这个宽度 放几笔向上 然后向右下方 但是说 现在稍微平一点 顿笔又粗 倒戏 我看下来 我看下来 然后再次 再次 我看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